大家好,我是飢飢 今天我們回歸基本步 講一講究竟什麼叫FIRE族 FIRE財務自由提早退休 究竟什麼人才可以做到 又或者有什麼條件 以及要達到FIRE財務自由 其實是否只有一個辦法 想了解更多有關FIRE的資訊 今天這個節目就很適合你了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FIRE族為何會叫FIRE呢 就是因為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即是我們中文經常說的 財務自由提早退休 所以人們就拿了一個short form 所以就變成FIRE FIRE族追求的 其實就是盡快可以脫離你朝九晚六的工作 去過一些你想過的生活 而留意了 這個想過的生活 其實不一定是不做事的 其實FIRE族追求的是對生活的一個選擇權 所以有時候有些朋友 又或者有些對FIRE族不太理解的人 他就會問我 喂 寶寶 你這麼早退休 沒什麼做的 很悶的 這個就是其他人對FIRE族很普遍的一個誤解 就是以為FIRE族就是退休 什麼都不做 其實不是的 你可以繼續做事 你也可以去選一些你喜歡的事去做 重點是對於人生的選擇權 好 每個人都想達到財務自由 FIRE族都想達到財務自由 但是財務自由的定義是什麼呢 如果根據富爸爸窮爸爸的定義 當有一天你的被動收入大於你的支出 你就可以算是達到財務自由 什麼意思呢 就是簡單地說 如果Touchwood有一天 你突然無法上班 不可以工作了 但是你在什麼都不做的情況下 你的被動收入 可以蓋上你日常的生活所需 食 住等等 那你就叫做財務自由了 例如你有一筆錢在股票上 如果你只是股息的收入 已經可以蓋上你每個月的支出 那你就是財務自由了 但是一般很多人 他們第一次就想到的就是 咦 那我是不是要創造一個很高的被動收入 才可以達成FIRE呢 在這裡也想提一提 其實大家不要只集中在收入 其實支出也是一個元素 所以這裡引申了很多種不同的FIRE 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很高 但是如果你的支出也是不高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達成FIRE 因為其實FIRE都有分很多種 有些可以大小一點 有些可以省健一點 有些也可以不一定不做事 他們都繼續做事 只不過是做一些part time 又或者是一些他們自己喜歡的工作 去維持收入 不一定是完全退休的 而最常見的分類 也就是我經常都在我節目提到的 例如是LIN FIRE L E A N 就是一班會過一些簡約的生活 會務求去節省自己的支出 令到他們盡早可以達成財務自由 提早退休的 另外一班人就叫FAT FIRE FAT FIRE 這班人就是他們會大小一點 他們不希望去降低他們的生活質素 所以他們就需要一筆大一點的金額 才可以去退休了 這個即是沒有說對還是錯 只不過是你個人的性格 又或者你洗錢的模式 那你自己去調整吧 剛剛提到FIRE都有不同種類 那不同種類的FIRE 究竟在計算你的退休金額的時候 有些什麼分別呢 我這裡可以舉幾個例子 大家之後自己都可以計一計 例如傳統的FIRE族 例如你的月入是四萬元才算 在這四萬元裡面 你每個月就會花二萬五元 剩下的那一萬五元就儲起來 而且是投資在美股的一些大盤ETF 如果以一年回報有8%去計算的話 如果按照這個情況的話 即是每個月花二萬五元 然後你每個月存萬元 是放進大盤ETF 於是者 你FIRE的金額 就會是你二十五年的年度開支 也就是你每個月的二萬五元 乘以十二個月 再乘以二十五年 而這個金額就是七百五十萬 又是那句 七百五十萬元 你是不可以直接放在這裏 你是要放在大盤ETF 它的平均年回報是8% 而你就每一年在裡面 拿4%出來花 而這個也是我們經常說的4%法則 就是你每一年拿4%出來花 大家計一計數都知道 就是當你的年回報的%是大 比你拿錢出來的% 就是4%的時候 那你這筆金額就可以永續滾傳下去 先算通脹 通脹可能是攤分二三十年來看的話 我當平均每年的通脹就是4% 好了 年回報是8% 你拿4%出來花 和通脹蠶食了4% 換言之你這筆本金 理論上是可以永續滾傳下去 是不會傷到你的本金 而這個8%年回報的準則 也是用回美股大盤 過去幾十年來計算的 年回報的一個平均數 你可能會問 喂伯伯好像很複雜 那就是我要做些什麼 才成為一個火族 其實你要做的事 就是非常之簡單 就是剛剛提到的 每個月盡量盡量降低你的支出 剩下的錢每個月定投定額地買入美股大盤的ETF 例如SPY又或者VOO 這一類的指數營基金 當然這不是投資建議 但是FIRE族的理念 以及他們每個月會做的動作就是這樣 而透過福利的效果 剛剛提到 如果你每個月都存1萬5元 投資這1萬5元的話 而你每個月的支出是2萬5元港幣的時候 你FIRE的時間就需要19年就可以退休了 而你退休的那筆錢就是750萬 而這750萬 你每年就拿4%出來洗 好了 假設如果你完全不投資 同樣每個月存1萬5元 那19年後你有多少錢呢 完全不投資 沒有這8%的回報 那19年之後 你的積蓄就會是360萬 足足比起750萬 是少了一倍又多的 而且如果你一畢業已經做這個動作的話 其實19年的時間 達成FIRE那一年 其實你可能只不過是40歲左右 其實也是非常年輕 而如果你再勉強 你可以每個月儲多1萬5元的話 那又可以將你FIRE的年期再縮短一點 所以其實科法就很簡單 概念上也不複雜 問題只不過是各人有自己的選擇 那究竟你了解了之後 你覺得FIRE族這個理念 合不合你呢 那啤啤我自己做了FIRE族這麼久 其實很多人 第一對FIRE族有一個誤解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就是以為財務自由提早退休之後 就什麼都不做了 人生好像好沒有意義 但是正如我剛剛提到的 FIRE的重點其實是 對人生有一個選擇權 而有沒有事情做呢 你的生活的重心是什麼呢 很明顯這個 就跟有沒有錢沒有什麼關係 就視乎你自己去怎樣安排你的生活 而如果你的生活只有上班 當有一天你已經夠錢退休 你就再沒有人生目標的時候呢 可能坦白說你本身的生活 都比較枯燥乏味 就是竟然當有一天不上班的時候 你的人生就再沒有其他意義的話呢 那這個我想值得大家反思一下 究竟自己是否可以再做多些呢 又或者是真的老套些說句 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呢 有什麼又或者做什麼 是可以令自己開心呢 這個反過來就再不是FIRE的問題了 這個反而是你自己 對自己的人生的一個問題了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你將會再繼續分享多些 有關於FIRE族的資訊 另外剛剛提到 有關於計算財務自由的金額的部分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confused 因為只聽我說 你可以去看我另一個節目 就是我用一個FIRE計算機 去計算財務自由是需要多少錢的 如果想再知道多些的話 可以去那條影片看吧 可以在這條連結裡面 自己跟回你自己的情況 去入數進去玩一下 好 今天就這樣到這裡 我是BeeBee 下次再聊 Bye Bye